我觉得我跟着我师父以来 我一直说了一句话就是 我跟着他在走一条没有光明的道路 当时 当时你就觉得没有光明 我没有光明 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街道 身边全是陌生的人 我在这干嘛呢 而且这条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头 逆途曹金在还没有背叛师门前 曾经在节目中表示 我一直跟师父说 跟着他走 走的一定是没有光明的路 曹金到底何说此言呢 用被主流媒体抛弃的相声遗珠 来形容郭德纲 是一点都不过分 相声界最重视的就是师承关系 你得要先拜个好老师 才能融进主流相声圈 而郭德纲早年的经历 那叫一个惨 因为各种原因阻碍 让郭德纲多次遇人不输 三次进京三次失败 他甚至一度产生了退役 无难之下 郭德纲决定最后再试一次 他创立了自己的相声团队 那时候还叫北京相声大会 也就是德云社的前身 一开始那叫一个无人问津 全凭郭德纲一人撑起来 到了2005年后 德云社开始有些小有名气 这时候的郭德纲 还没享受多久成功的喜悦 就被主流媒体给记恨上了 2010年 由江坤主导的反三苏活动 虽然没有点名郭德纲 但是名眼人都看得出来 江坤这是嫉妒德云社的高人气呢 我们要把那些媚俗的低俗的庸俗的东西 也要在我们自己演出的这个节目当中 作品当中和我们自己的作风当中 要把它铲除掉 这样你才成为一个合格的 这样一个文艺工作者 当时郭德纲那是被全行的主流相声所抵触 据郭德纲自己说 当时他在台上说相声 几个同行就在台下面研究他的演出内容 为了怕被郭德纲认出来 同行还会特意乔装打扮一番 之后再把研究出有问题的句子 交给有关部门 举报郭德纲的相声太低俗 郭德纲在成名后谈起此事 还觉得心有余悸 曹金称跟着郭德纲没前途 同行集体抵制老郭 您以为这就完了吗 眼看德纲社越办越好 还有人跑到北京天安门静坐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封杀郭德纲这颗毒瘤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郭德纲扛下了所有的压力 德纲社全体上下一致对外 郭德纲先是捧红了月云鹏 之后又带动了德纲社一批友商力量 德纲社不仅没被达到 反而还越办越好 2018年的时候 郭德纲和于谦带队从北京前往上海 在梅塞德斯演出 该场馆总共能容纳18000人 当天演出作物虚席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这些年以来 已经很少看到郭德纲和主流相声界 有相互掐架的新闻 但是郭德纲依旧没有被主流相声所接受 这也就是为什么曹青当众表示 跟着郭德纲只能躲在黑暗下 永远无法抬头 有意思的是 虽然郭德纲不被主流相声接纳 但是和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关系 却是在逐年破冰 早年的时候 郭德纲参加过央视主办的相声大会 虽然排名不算靠前 但是却被誉为是首次对接 之后郭德纲也罕见登上央视的春返 不少主流爆开 甚至多次力挺郭德纲 称他拯救了相声 如此看来 郭德纲是食之东鱼 受之丧鱼 这些年来 主流相声对郭德纲的非议不断 但是郭德纲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越来越受到新老朋友的喜欢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